一大群人男男女女聚集在廟前 不停推擠叫囂 下一秒甚至对空亮道 让目击整个过程的民众 以正惊呼 凌晨12点多 云林北港一名男子的前任 及现任男友互相不满 找来家长协调 结果越弹越激动发生口角 其中一方还亮出了武士刀 有看到有一个类似反光的东西 在拆一个是刀子 对啊然后就有亮出来这样 况且冲突地点距离警局不到200公尺 远警货报到场制止 还是止不住嚣张气焰 最后将主要涉案的八名男女 带回派出所征讯了解事发经过 索性整起事件没有任何人受伤 警方将涉案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了解 那为防范再有冲突情势的发生 以游侠区拍手 A字告诫 另外双方人马车辆聚集在公庙前停车场 让庙方人员不声其绕 发述声明说 本来停车场一直都是开放空间 不料现在却被不当占用 于是庙方决定设置栅栏 维护公庙夜间秩序 记得六年冰城四元李云杰云林 双方报道